这是陈有亮的最后一战 朱元璋的兵力全都被他骗走 只剩下一条帅船留守大本营 陈有亮也没多想就靠了上去 等他登上帅船果然看到 朱元璋就站在船头放弃了抵抗 然而当他靠近才发现上了党 因为此人根本就不是朱元璋 眼看敌方只有一人 陈有亮并没有着急撤退 可下一秒 那人竟然拿起事先准备好的火把 直接丢进了船舱 而他自己则迅速跳进湖中 原来朱元璋早就识破了陈有亮的计谋 于是来了一招将计就计 陈有亮离爆炸点最近根本来不及反应 整船的火要把他炸得连扎都不少 这样一来 足有六十万大军的陈有亮 竟然输给了区区二十万兵马的朱元璋 朱元璋刚刚登上湖心岛 陈有亮的儿子竟然也挽起了 父亲请罪那一套 当着朱元璋的面辱骂自己的亲爹 罪徒持有这样的裂父 他残忍无道 凶狠寡情 他真是个禽兽啊 我看你才是个禽兽 正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 陈有亮用过的招数朱元璋可不会少呢 反而还要利用他 陛下不杀我 不杀 非但不杀 咱还要委派你一个美差 朱元璋为了展示自己的恩威 竟让陈有亮的儿子担任信使 把劝祥输送到了另一位大敌张世成的手上 然而这招现身说法并没有奏效 张世成可不认为朱元璋有灭了自己的能力 事实证明他高估了自己 经过长达两年半的苦战 朱元璋最终攻陷张世成的都城平江 张世成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悬良自己 然而自杀过程却发生了意外 由于上吊用的绸缎被大火引燃 张世成最终还是落入了朱元璋的手里 由于之前下过劝祥输被拒绝 朱元璋为了震慑其他对手 竟然赐给了张世成一把弓箭 硬是用弓弦勒死了他 消息很快传开 那些正在犹豫的势力纷纷上吊称臣 慢慢归顺了朱元璋 这样一来朱元璋便做到了一家独大 非凡腐朽的园庭只是时间问题 可朱元璋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小明王该怎么处理呢